行政院预计在10月份发放整形券 而为了让秀林乡亲们能够再多一次的福利 秀林乡民代表会7号在召开临时会的时候 秀林乡民代表蔡陪伙 并且提案加码整形 获得了代表会主席赖俊杰和代表会同仁的支持 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 将会在11月份的定期大会提出方案 纳入明年度的预算 预计明年1月就会发放 秀林乡民代表会临时会当中 秀林乡民代表蔡陪伙 并且提案加码振兴 待会相信争取福利 有乡民的工作 几乎都停摆了 收入也减少 然后当时的纾困金 有些民众没有得到这个纾困金的资源 所以在这里我想就建立了 我们提了这个案子 希望乡公所参照我们自己的乡里面的 还看有多少还有剩多少的回馈金 希望配合我们行政院的五倍件的花放 因为现在我们花莲的整个经济也非常需要急速的振兴了 所以建请乡公所看着我们自己乡里面的议算 然后能够斟酌的 发给我们老百姓的振兴礼金 配合行政院 发这个振兴礼金 而这项提案也获得代表会主持赖俊杰和代表会同仁们支持 乡长跟所有代表都一致希望能够做的事情 所以麻烦乡公所在今年的定期会之前就想把相关的办法也研议出来 最慢在明年一月份就要优先执行这一个提案 我想这个大部分都同意 修文校长我们就表示 去年度因为疫情发放过一次消费礼金 而这次修文校名代表蔡北伙再次提案 预计在11月份定期大会的时候提出方案 并且纳入明年度的议算 在过年之前来进行发放 跟我们代表会议事村长 包括我们的部落事务组长 以及我们大概有一些 设计发展行为理事长 还有各个单位 大概有听起他们部分一些的意见 那他们也希望都是朝向发放理性的方式 因为这样才会实质的 可以让我们原向的部落经济能够协助一些 我想在这个部分房子可以慢盖 但是现在生活居然已经发生了问题 我们未来这个疫情能够到什么时候 我们也没有办法拿走 所以发放津贴 发放我们的礼金 我想是事在必行 我想这个就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共识 我想在这个部分回去之后 我们会再继续远离 不管是预算的 预算的规划 以及未来怎么发放的一个方法 我想我们不会再做远离 原则上 我们是预计在明年的一月 过年前发放 我想这个对我们原向部落 不是正常的一个契机 新闻下人口 约有16000人 由于疫情相当远禁 相亲生活上可以说是相当的困难 而这次代表会再次提案 来争取相亲的福利 新闻下公司团队也会做好严谓的工作 再次收到代表会 来通过这项正新方案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